來看現在在全球穿得不穿 這個黃色小鴨 在九季分 要來到我們高雄港 為了要整理港区的警官 高雄港把這營營放在那裡 已經十三年的 倫順餐廳 海上香港在這裡 剛才的紅色照片 之前是這麼牽液 香港是不就現在 雜紅色照片 不就高雄人是很感慨 把他剛才的好天氣 江州警員用大手 把火器的倫順餐廳 海上黃工北壘 慢慢拆離開 他已經停十三年的第三船渠 不就面前聽的消息過來 都要來看海上黃工最好的信仰 有一點可惜 他沒有就是經營得很好這樣子 十三年前 鴨架開六月岸香港 訂做這家倫順餐廳 賣名做海上黃工 在高雄港吃車鴨來開幕 高雄店做行的前後 是因為高雄港必有的經典一日 不過開幕不夠一年 就因為經營不好倒去 原本金色色的前後 因為欠缺保養開始生生 過去的海上黃工 現在向蕭康恭喜海上垃圾 影響港区的警官和航土安全 最近因為 風明專給的黃色小鴨 要來高雄港 海上黃工的問題 又向中心提出檢討 高雄港的管理單位 也是海上黃工最大的 債權人 高雄港武漢公司 在這段歡迎董事後 決定檢診給他移翁 記錄 十三年前海上黃工業者就是看到高雄的 河港經濟 這個決定在這裡大出手 到主餐廳 沒想到十三年後 就是因為高雄需要 高雄來黃色小鴨 帶進觀光 竟然需要搬去觀光客 看不到的地方 現在貫過期收費 購買救高雄人 真感慨 記者有傳聞大映坤 高雄報道